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微博对阵狼队的第二局下半场 约莱和共云小决神是搬掉了戒狮和佣兵 在大家都在猜测到底是雕刻家还是爱哭鬼的时候 他还是选出了雕刻家 雕刻家相对来说他的一个上限更高一点 但是雕刻家由于天赋上面一般来说带挽留的可能性不高 所以说一旦被穷人者运营起来打出了穷人者的优势局 那么穷者三跑的一个面就会更大一点 就是收益高但是风险肯定也会大一点 同比爱哭鬼的话相对来说他的一个保评能力 我觉得在同等情况下可能要优于这个雕刻家 好的我们这边看一下开局 上来找蓝色的守木人足迹是有那么位置上面判断到了以后 抓一个守木人也不错 守木人这边直接交铲子 但是这个铲子一交看一下能不能夹出来 夹不出来也没关系 跟上去前面的板子都没有下掉的 所以说基本上也是能够打一刀出来 出来以后看守木人怎么牵制了 前面是一个三板区 这个三板区还是有不错的一个牵制能力的 还有一个祭司的洞 这个洞一穿拉开的距离还是蛮多的 再加上有先知的鸟会不会选择开车什么的 8秒钟以后有下一个铲子 推一手 夹没能够夹中 但是这边的一个雕像也是极大的干扰到了这边蓝色的一个走位 再追一刀 好 前锋在旁边 前锋在旁边 雕像上面还留了三个 如果再追一刀 这个就说到刚才的一个点 就是追守木人 先知这个鸟给不给 我是觉得可以不用给 这个鸟给了 这个就到二阶了 先追一刀 好 闪现一刀带走 那我们 我觉得我们看一下这边回忆会不会给这只鸟 因为你真给了这只鸟 如果说转不了点 直接倒地的话 对于穷者来讲 就上挂一个守木人 然后监管者到二阶 其实是很亏的 好 这里是阿东的祭司 帮忙打了一个洞 闪现一刀倒地 好 没有给这只鸟 没有给这只鸟 这个守木人 这一轮的牵制时间 其实不短的 这个牵制时间不短的 三台电机的话 除了过来打精英的祭司 可能被干扰了一下 先知的话 其实可以外面重新起来 问题不大的 这台电机待会来补 可以卡着不救的 而且先知这个地方 有耳鸣可以卡着的 这边是坟场去投一个先知 看先知这边的一个走位 反正你没到二阶对吧 我这个鸟不给你 到不了二阶 你这边砸不到我 砸不到我 我就管自己修 前锋这边一波撞晕以后 直接就带薄命的前锋 这一轮应该是要给这只鸟了 这只鸟要给了 对 因为这只反正 无论如何你要吃这一刀的 无论如何你会到二阶的 那我这个鸟直接给了 不过这边的话 小角色那一个雕像放的非常的好 直接一个两杂雕像破鸟 加一段伤害 直接带走了这边的守木人 那么二阶的雕像 这边前锋应该不太再敢来进行干扰了吧 这边唐哥的前锋还有想法 还有想法 这边打一轮伤害 能不能把这的前锋给打残 唷 唐哥这边的一个走位好啊 连续躲 牵起来 还想要再撞旧一波 应该是想要再撞旧一波 刚好那个走位 但是这边撤走了 觉得撞旧一波 不一定转 这里小军是刚好走位 前锋 我去 这一刀 这一刀刚才是打到椅子上了吗 这一刀如果打中前锋 前锋没救下来 这一波直接炸裂裂开 前面想要穿斗 但是这个身位不够 逼滑接下来留住 小军生这把还是很有机会的 先雕像一推 没有能造成伤害 距离拉近了 看这块板子的一个博弈 雕像卡你位置 抽刀 砸头 还是没有能打到这一刀 刚才那一刀 前锋 这边也是真的运气好 差一点点 还差最后台电机了 还差最后台电机 雕像又能砸 手上面还有一个两连 还有一个两连 有传送的 再补 好 电机不够 电机不够 三个人在修 传不传 这边祭司已经先走了 祭司已经先走了 交坟场 过来电机直接点开 前锋这边穿动 然后再回来 他不能留一个残影在这里 小绝神这把感觉要保平 不能再选择更激进的打法了 因为保平的话 他们能拿一个大分 其实对于狼队来说也是可以的 BO3是狼队选徒 这边稳着来就行 他今天的雕像 其实还是蛮准的 刚才那道如果打中了 我觉得是一个保三针四的一个局 没打中 这局保平也可以 只是优势没那么大 但是能拿下这个大分也可以了 看一下猪戒 不要让出身位就行 把人架在这个地方 排眼这边看到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前锋这边已经是没有球的了 两个队友先走 前面有低交 前面有低交 推回来 可以 今天小绝神的雕刻家 友谊 所以他的雕像确实砸得非常好 这个雕像交的应该还是非常nice的 前方这边差一点有机会跳个低交